为了关怀独居老人 新邮政推出邮差加访计划 参与计划的邮差 在进行日常派送邮件的工作时 也会顺道探访区内的独居老人 查看他们是否健康安好 新邮政目前在红帽桥和亨德森推出计划 下个月也将扩大到益顺和玉郎 来看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57岁的谢小平 每个星期在红帽桥组屋区派送邮件时 会特别安排时间到84岁正来丽的家做客 了解她和妹妹正来往的身心健康情况 高兴 我没有什么事情才知道 还有人帮忙 我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很寂寞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敲门叫他们 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笑容 好像很感动的笑容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开心 参与计划的邮差每个星期会探访在自己的派送区内的 一到三名年长者 如果邮差在家访时遇到紧急状况 他们可立刻联络区内的家庭与社区服务中心等 社会服务机构寻求援助 在我们的乐灵支有计划下 我们大概有照顾差不多300位联长人士 所以这个邮差计划来帮忙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那座植物 所以可以帮我们看出这些联长人士 通过邮差加访计划 我们可以利用友善性的邮差 来给弱势老人温软 同时也确保他们的安康 目前参与邮差加访计划的邮差 共有7名 每个星期探访洪茂桥 与亨德森区的11名年长受益人 新有政希望在未来三年内 将计划扩大到全国各地 让更多有需要的独居老人受惠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游华报道